好了,说完了粗青,让我们现在谈一下外墙的清洁吧 清洁管工要先跟承建商商量一下,怎么样才可以做好节水的问题 管工还要提醒同事们避开和不要留在需要清洁的外墙下面工作 另外在清洗之前呢,保护措施也要特别留意 假如做得不好,而影响了相关的建筑物料 比如说安装好在地面或者平台的有盖行人通道 天窗,低层进窗子的橱柜和大理石窗台 外围花园的园林植物,一旦被破坏了要换的话,那就音小失大了 哦,开工之前清洁管工就应该到处查看,看看有没有物料需要做好保护 外围平台的建筑物料如果会受到清洁影响,那就要用帆布或者胶纸盖好 也要特别留意清洁外墙的时候,清洁剂会不会吹到周围造成破坏 除了室外呢,在室内都应该安排清洁工有预先做好保护 真信心啊,因为如果窗口还没有装玻璃,污水就会很容易建进屋里 所以应该用木板或胶板封好窗子 而橱柜,窗台板就用胶纸保护好,事后也有功有善后 外墙的喉管,喉菇又怎么样保护呢 事前呢,要用水把它沾湿 这可以减低清洁剂所造成的腐蚀 或者是用胶纸把喉菇封好 如果是不就刚煤气罩,就最好和煤气公司安排好 洗完了以后再安装 别忘记用胶纸把套通封好啊 所以喉管多,难着手的位置 最好先清洁,然后才装喉管 人们都是洗完澡才穿衣服啊 怎么会穿着衣服去洗澡呢 清洁完以后,当然要找管工来验收了 最后拆棚架之前,管工要全部再跟进一次 才可以安排拆棚架 说得对,因为拆了棚架 才发觉有洗得不够干净的地方 要再洗的话,那可就麻烦了 那个时候,不管用任何方法去再洗 代价都会很昂贵的 现在我们谈谈右倾啊 右倾呢,通常是先把泥水疏忽了的地方全部修好 结局和厨具等全部装妥 而单位的大门可以上锁的情况之下进行 通常不会用大量清水来清洗 而是用湿布将瓷砖,截具,橱柜等已经安装完的物料 在内外抹干净 最后由管工验收妥当 然后关门 以防清洁好的单位再被搞脏了 其实除了粗清,外墙清洁和右倾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清洁 不如说一下停车场的清洁吧 洗停车场一般会先清洗澡一次 再用高压水枪去冲走水泥沙地台的污渍 还有藏在车路坑的污渍和水泥 用上高压枪有可能会见无墙身 如果墙身是擦灰的 连灰的可能冲掉 应该要在墙身加上保护挡板 那才比较稳当 那最好还是先搞清楚墙身是用什么装修物料的 冲洗的时候还要注意 将砂石垃圾冲在一起 装入手推车运走 不要冲到排水管造成淤色 那么现在讲一讲水缸的清洁工序吧 水缸是密闭场地 要受过训练和合资格的工人才可以进入 还有安全主任签发许可证 那才可以进去清洗 清洁剂也要经过工程师批准 对人体无害才可以用